这是阿根廷有史以来最大的银行抢劫案 2006年1月13日 300多名警察包围着李渊银行的一个分行 里面有6名街匪揭持数十名人质 正在努力把保险箱里的巨额财物偷走 当警察公入银行 却发现里面只有摆放的玩具枪 受惊的人质 以及空空如也的保险箱 而里面的街匪却神秘消失 如今这6名街匪除了一人因车祸意外去世 其他5人仍存毁于世 还合法拥有这次抢银行的巨额财富 这次银行抢劫案的经过被拍成一部电影 更戏剧的是 这部电影的编剧正是这次抢劫银行的主谋 而这一切的开始 还得从这个落魄的中年男小马哥手中的烟头说起 这个大雨旁出的夜晚 小马哥正抽着烟等公交车 一辆机器而来的私家车见了他一身水 还打湿了他手里的烟 小马哥扔掉了手里的烟头 被冲进了面前的下水道 小马哥抬起头 看着出现在他面前的李渊银行 似乎有了主意 小马哥看了看附近的下水道井盖 然后一个井盖接一个井盖顺着走下去 走到尽头 他在小哥旁发现了一处下水道 小马哥思索良久 这不就是天然的大地道吗 突然有了主意 李渊银行说干就干 于是他立刻找来同伴 会开锁的机械师大胡子 一名老医生 和当地的第一神偷牛叔 几人一拍即合 李渊克就制定起这次计划 这家银行的钱都藏在地下金库 小马哥来到银行 拿出相机就是一顿拍 保安看见小马哥鬼鬼祟祟 手里还拿着相机立马报警 警察来到银行 将小马哥逮个正着 而这正是小马哥计划中的一部分 目的是让警察和保安 把他带到地下室 他则偷偷记下地下金库的整体结构 保安要查看他的相机 他早已将内存卡偷偷取出 藏在纸间 小马哥回到家 画出地下金库平面图 着手进行下一步计划 他们不知道下水道和银行金库的距离 于是小马哥用劈尺量出 地面到下水道的距离是18米 老医生推着一辆自行车 在轮胎上画上记号 从井盖推到银行门口 他记下车轮转了多少圈 然后回家用圆周率 算出井盖到银行的整个距离 再加上井盖离下水道的18米距离 得到一个三角形 然后用锅股定理得出 地下水道到银行的斜边距离 经过一通计算 需要挖的地道长度和方位都知道了 真是薛豪数理化 遭遍天下都不怕呀 他们找来设备直接开发 根据小马哥的大致推算 银行保险库里 大概有400多个保险柜 而保险柜的锁是特制的 极难打开 于是他们决定再租一个保险柜 用来研究锁的结构 但这种锁的锁性实在太复杂了 彻底难倒众人 在地洞挖到离银行 只有7米的距离时 牛叔突然打起了退堂鼓 因为即使他们挖通了地道 还是无法打开保险箱 这下小马哥犯难了 此时的他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这天寂静浪漫的夜晚 小马哥正和他心爱的女友 一起数着星星 突然他灵光一闪 想到了开银行保险柜的办法 他立马将计划告诉牛叔 既然无法用常规的方法开锁 那么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 他们发明一种冲压工具 将这取名为冲压大炮 用冲压大炮的压力 粗暴的挤开锁性 这样开锁的问题就解决了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 他们如何在不被人察觉的情况下 进入地下金库 然后拥有足够的时间 来将这400多个保险柜细节一空 这是一张画在纸上的简易PPT 让这群男人成为亿万富豪 他们即将生不知鬼不觉的 抢劫银行 给送人来一个声东击西 根据PPT上的计划 他们先由四人进入银行大厅 携失人质 然后屏蔽掉银行内的所有监控 再由地下水道的人 通过挖出来的地道进入地下金库 将保险柜里的财务搬空 计划部署完毕 行动开始 牛叔和老医生二人 开车来到银行后院 伪装成大客户 进入银行二楼 另外两名同伙来到虚款机 他们戴上头套拿出枪 瞬间制服大厅里的所有人 监控室里的保安健壮立马报警 而招来警察 也是他们计划的重要一步 警察很快就赶了过来 但由于银行里面人质众多 不敢草率行动 他们评蔽掉银行内所有的摄像头 为了不让地下金库的同伙行动暴露 必须将监控室里的保安弄走 他们扎了一个银行的女员工 威胁着将保安引诱了出来 为了不让保安引起不必要的事端 他们将保安送出银行外交给了警察 他们理应外合 地下金库的墙面在这时也被凿穿 他们把银行里的所有门都上好锁 然后去银行后院 从车里的后备箱 拿出准备好的冲压大炮 根据他们先前的测算 冲压大炮能在七秒内开一道锁 他们快速开锁 从保险柜里取出大量钱财 而这时 谈判员带着警察来到银行跟前 好在 牛叔早有准备 他们始先就知道 会有谈判专家前来 牛叔还专门去学了表演课 还学习了大量的谈判技巧 这样 在面对谈判专家时 就会应对自如 这时 他们发现屋顶有动静 谈判专家此时也打来了电话 于是 牛叔威胁谈判专家 让屋顶的人下去 不然就杀掉一个人质 给予警告 而在这之前的另一期抢劫事件中 由于谈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结果劫匪杀害了大量人质 谈判专家害怕 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只好让屋顶的人先撤离 而此时 一名人质要上厕所 正好 谈判专家叫他们放掉一个人质 以示诚意 由于是他们决定 放掉要上厕所的男人 由于过度紧张 男人已经被吓得尿了裤子 他们继续与谈判专家周旋 以此来争取更多时间 另一边的地下金库 两个男人已经到处无数财物 此时 银行大厅里的一个人质的手机铃声响了 是一位老太太的手机 老太太告诉他们 今天是她的生日 于是马叔找了一个糕点 插上一个小蜡烛 让地上趴着的所有人质 跟着一起唱生日祝福歌 紧接着以释放老太太来作为生日礼物 把老太太也放了出去 老太太出去后 对里面的劫匪一阵赞扬 把旁边的警察都整懵了 而此时 地下金库开锁的冲压大炮 由于长时间工作 导致机械过热启动不了 于是小马哥通知牛叔 再给他们争取一些时间 牛叔再次与警察周旋 牛叔告诉谈判专家 要我们投降可以 你们得跟我的律师谈谈 于是他们拿了一个人质的手机 给谈判专家发了一个号码 此时 地下金库的机械师也修好了机器 又开始盗窃财物了 这一下 他们找到一箱满满的金砖 两人开心极了 而此时 冲压大炮又坏了 而离他们撤离的预警时间 只剩下五分钟 这时 再修好机器也来不及了 这一群劫匪送银行金库 盗取大块的金砖 和数不清的现金 这时 他们的手表都响起铃声 他们预定撤离的时间到了 于是 带头的小马哥决定 就此罢手 按时撤离 牛叔则继续与他们专家周旋 提出要给他们送来五分披萨的要求 以此争取撤离时间 而其他人 则往地道运送财物 小马哥拿出一块红布 把他们打尽用的枪放了上去 要把这些武器交给警察 因为 这几支枪都是仿制的假枪 目的是为了警察在逮捕他们时 由于他们没有使用真枪 可以从轻判处 他们清理盗窃现场 一切准备就绪 小马哥在铁箱上 绑上一根绳子 用力以拉将洞口堵住 这时 银行大厅里人之间绑匪消失 也都起身拿起自己的手机 和外面的亲人联系 他们专家也发觉不对 打给牛叔的电话 一直也打不通 于是 他开始组装武装人员强制进入 等到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 已经晚了 银行里找不到任何劫匪的身影 他们就这样 神秘的消失了 几人将财务搬到船上 由于下水道的水横前 船不能滑行 他们提前用木板 堵住下水道 做一个简易的水坝 这样水深就足以让船滑行了 而下水道上面的马路上 到处都是警车的敌鸣声 银行里的谈判专家 推开地下金库的铁柜 发现了此处的倒洞 劫匪们来到一处下水道 警戒下方 这里已经有个通伙 把一辆车停在井盖上 挖穿汽车的底部 对尊井盖 他们一代一代的 把财务运上车 警察这时才发现 劫匪留下的枪都是假的 这时他们专家才回过神来 只见他弹开手雷 从倒洞均入地下水道 这时劫匪们早已套之夭夭 据他们估算 被盗走的财务价值 大概至少800万 至2500万美元 而这些被盗的钱 都将由银行赔付 只能看着堆积入山的财富 都笑开了花 他们各自分好钱 在妻子面前出轨别的女人 还家暴了妻子 结果被妻子举报 警察立马来到他家 搜出大量现金后 将他逮捕 根据这个哥们提供的线索 警察很快就逮捕了其他几人 而被警察逮捕 也是小马哥提前设计好的局 目的是让他们能够 合法地拥有这些盗取的财富 由于他们没有使用真枪 也没有伤害任何人质 抢劫的具体金额也不清楚 等到他们兴满出狱 他们就能合法享用这批不易之财 最后警察只从他们那里 追回了一百多万美元 其他的钱 早就被他们私自藏了起来 这真是我见过最牛的劫匪 所有人都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本片改编自一个真实的银行抢劫案 这次抢劫的主谋 也就是这部电影的编剧介绍 当年他们的行动 远没有电影里那么多的曲折 电影之所以这样 完全是为了烘托效果 当时他们整个行动 完全没有受到任何阻力 简直太容易了 如今 他们几人当中 除了老医生因车祸意外去世 其余几人都过着自己 梦寐以求的生活 最后金山脚友情提示 高职商犯罪并不意味着 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如果我们想拥有财富 请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下去追求 盗窃银行这种事 即使手段再高明 最后也逃离不了法律的制裁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迟早会到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精彩内容 凡是关注我的 今年都会发大财